乱收费有哪些乱象 我跟大伙一一说一下 你可能就会明白生活当中哪些费用是乱得向我们收 而哪些是应该收 你乱收费总共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叫月权利项 就是你这部门没有权利收这费 结果你确立了这个项目 超越了你自己应该有的权利 你比方说有的地方收什么 小学生毕业考试报名费 义务教育阶段这个事应该是国家整个都抖底 它是公共服务 你怎么能超越这个权利来实自收小学毕业考试的报名费 这是有问题的 而且有些事很滑稽 我记得我自己家里的事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这不是我们办这个盘丧事 按这个地方习俗 就是有的时候给过世的老人烧点纸 那么要在殡仪馆的一个特定地方烧纸 那么这个地方你用它不白用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殡仪馆向我们收取一项费用 就是你在这烧纸得交二十块钱 说这叫什么费 给开个单据 不是正规发票 就是个收据 我一看过 我当时就要太荒谬了 叫什么 叫迷信费 你从不琢磨 既然是迷信 收迷信费 你这哪跟哪 这是典型的越权立项 咱们可能好多朋友 有过这种类似经历都知道 一到了殡仪馆 你要办丧事的话 随便向你乱收费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 这属于越权立项 无证收费 搭车收费 本是非盈利项目的行政收费 为何反倒变相多收 我们一些企业贷款 除了这个利息以外 有这种贷款成本 超过15% 有个别的 我们调查的超过20% 我们身边还有哪些 不合理的收费行为 而且 对 而且你卡完车 你不给钱 他不会给你毕业证的 取消收费 能给百姓带来多少实惠 为何本该取消的收费项目 却在个别地方 遭遇执行难的窘境 本期 老梁观事件 收费 不能乱来 正在播出 稍后继续为您播出 老梁观事件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老梁观事件 中小学取暖费 计划生育费 户口准签证费 314项省级行政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取消 引发关注 鉴定类 政变类 教育类 什么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当初为何要收取 遵循什么原则 一个叫成本普遭 一个叫非盈利性 逐年取消的收费项目 又会给百姓生活 带来哪些实惠 让我们感受到了 国家政策 越来越好了 越权力向 搭持收费 提高金额 行政事业性收费中 还存在那些不合理的地方 为何给收费项目 瘦瘦身 却常常遭遇执行难 本期老梁观世界 为您深度评说 收费不能乱来 那么第二个是无证收费 什么叫无证收费 咱们开车朋友都有体会 很多时候一个高速公路 都到了收费年限了 他的收费许可证 已经无效了 可是他还接着向你收 什么机场高速那块 以前都曾经取消过 可现在有时候该收还照样收 这就我们说无证收费 没有证件 他也收你 2013年8月 在南宁市解放高峰路 就出现了一例无证收费事件 据媒体报道 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 一直在路旁巡视 想停放车辆的市民收费 可是他并没有相关收费证件 该男子声称自己是附近社区派来的收费员 是正规的收费点 可是当记者查看收费标价牌时发现 这个时段的收费应该是五毛钱 可是每一位在这里停车的车主 却被收取了一块钱 如果女性走过来说要收钱 我说他停两分钟也要收钱 他说是啊 然后各个都给我一起带 这也不可能说为了一块钱 跟他挣啊 挣啊 什么东西呢 这里有工作人员的话 你应该出事挣或者是工作牌啦 然后给我一个牌子是吧 再第三个呢 搭车收费 搭车收费是指着呢 我给你办一项事呢 稍带着办那一项 完了我就多收你点手机费 部门自肥 你比方说有的军委会 说我呀给你代办这个斩住证 明明斩住证那边收多少钱 我这再多收几块钱 哎 你看我给你办了吗 不能白跑腿 其实这都是他业务范围内的 还有的顺道收这个卫生服务费的时候 也直接搭车跟着来 这叫搭车收费 再有第四种情况呢 叫光收费部服务 你比方说咱们有的朋友到银行贷款去 你会发现呢 这里头有些不合理的捆绑收费 什么理财顾问费呢 什么什么服务费呢 其实他说是顾问费 没给你提供什么服务 就得白收你这个钱了 一点本他都没下 所以这叫光收费 不服务 这一年多我们不断的接到一些举报 就是商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啊 有一些强制收费 捆绑的收费 还有就是有些收费 包括一些 包括缩席一些财务顾问费啊 什么理财费啊 等等这些费 没有提供服务 有的只是提供一些相声性服务 那么一些企业贷款呢 除了这个利息以外 贷款利息以外 还要付出很多这种费用 那么加起来 有这种贷款成本呢 超过15% 那么有个别的 我们调查的超过20% 比较常见第五种情况 就是随意扩大收费范围 随意提高收费金额 你看很多学校 明明你这学费里头都包括这些了 你上学上令收什么宿舍管理费了 什么这个食堂管理费了 完了随便说加金额就加金额 咱有的中学里头 给学生搞一些活动了 单独收费 金额还挺高 这成为很多家长的一个负担 考证费是一个人收6000块钱 然后实习管理费 一个人是收5000块钱 所以说那个 而且对 而且你卡完针 你不给钱 他不会给你毕业证的 这些都属于随意扩大收费范围 随意提高收费金额 所以刚才这五种情况 我说的是非常主要的乱收费的几种形式 那么国家经过多次的清理 可以说乱收费的现象有所收敛 但是最近这些年有扩大的趋势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什么 这个收费在财政收入里边的比例越来越高 甚至占了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10%以上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财政收入主要是什么 应该依靠税收 但现在非税的比例越来越高 就收费 这么以前我们老量官世界节目也讲过 就国家对一些越营越额没达到2万的免收一些税 这都是利好消息 所以就治理这个乱收费 为什么关系国际民生 他直接面对很多中小企业或者个人 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实的生活状况 你只有给他松绑了 活跃了中小企业 才能刺激就业 才能带动老百姓收入整体提高 所以最近中央政府向社会释放了非常明显的 要降低收费 取消乱收费一些项目的这样的信号 所以我觉得这对老百姓是非常好的 可是问题是 你看着现在 我说取消这个取消大了 地方执不执行 这个非常重要 以前这种事出的很多件 2008年的时候 咱们国家就规定 就取消了集贸市场的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 可是现在好多地方依然在向个体工商户收着钱 09年就规定 老百姓办赞助证 那工本费是不收的 可是你现在你看各地方 有多少地方办赞助证还收钱 一样收钱 而且方法多种多样 有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原来不要收费了 我改罚款 挑你毛病罚你 还有的是这一级单位不要收了 我委托下一级单位收 这钱还是进我账户 就这种现象是特别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里头有利益 而且有的时候好像是收支两趟下 说我这收费交上去了 开支你给我 但其实是什么 你收上的费用越多 我返还你越多 结果刺激的下一级部门乱收费 收的多他自己返还的多 所以说他有这种利益在里头 这才使治理乱收费变得非常困难 现在中央是加大的这种监督力度 也查出了很多项违规收费 该负责任负责任 该惩罚惩罚 可是我倒觉得这种事呢 不能完全依赖于监督 还要有制度上的一种设计 怎么从制度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有这么三件事 政府现在还需要加大力度来做 治理乱收费有何良方 行政收费法探讨多年 为何迟迟难出台 以行政收费补充弹工经费是否合理 推行费改税又能否根除收费乱象 本期老良观世界 收费不能乱来 正在播出 头一件事就是立法 必须有一种明确的立法方式 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以收这费 什么情况下不能收 也就是说得有一个总共的法律 什么法 就是行政收费法 其实行政收费法已经讨论了多少年了 迟迟现在推行不下去 为啥 大家应该收费 一对 我们看着 你回去 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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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 正在一步 下方就能辞了 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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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